这个我知道 参谋公司 审查起来又严格又苛刻 关键是我们应该怎么应付 公司和你 经得起查吗 当然 没问题 要是有什么问题 齐先告诉我 别让我白费功夫 我不会 祝我们中秋快乐 祝我们中秋快乐 来 我们吃这个大月饼 这不就是披萨吗 戴希 你不回去跟南孙一块过节 陪着我们工作啊 南孙 跟奶奶和朱索索一起过节呢 朱索索 朱索索为什么不跟 谢洪祖一起过节啊 谢洪祖和谢佳音去印尼了 你们公司买这么好的酒啊 这可不是公司买的啊 这是我自己的收藏 老爷 来 为了老朋友相聚 为了我们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身体健康 三个小朋友还在加班 三个小朋友还在加班 我把酒拿过去 考虑一下他们 这可是我真藏的酒啊 别那么小气 我也该怎么办 不 你还没有吃东西呢 你不吃点吗 我喝点黑糖双瓶解解馋 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们图书馆 可不可以考虑一下 新风系统啊 新风系统啊 新风系统现在分很多种 最基本款只有一到两个滤网 但我说的那种有九个滤网 其实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小姨 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希望以后每个节日 我们都能坐在一起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也一样在想他们 爸爸 妈妈 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围坐在一起 但是我们也要庆幸 我们现在能围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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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岁之前 每次过节 我都像身体型工事一样 坐在那儿 什么都不去想 什么都不用想 二十五岁之后 现在 能坐在这里 每个月的模样 连跟你们一起 每一个月的模样 我都觉得幸福 苏 我也知道你在哭什么 天刻之后 在向往 夜未了 周未央 我望着你 我望着你渐渐远去的方向 却追不上生命啊 总是无常 你们都是了不起的孩子 你们都很年轻 这边什么都重要 人能忘 当某天我闯进你的梦想 你以为在谁身旁 听上去没什么问题 操作起来吧 要不要再帮你叫一份 你盘子的东西已经凉了 不用了 冷得热的一样吃的 咖啡热的 不错 蒋小姐 年纪轻轻就独当一命 没让我失望 跟着你和李洋 学到很多 你就没想过去谈谈恋爱吗 公司家里两点一线 身边的男人 除了李洋就是杨柯 我跟谁去谈啊 你少来这一套啊 我们公司还没有忙到 不给员工私人时间 你就大帽子一扣 以后职业招不到人了 怎么会 冲着你的名字 不要工资倒贴 都是人愿意来学习的 是 不要拍我马屁 蒋囊孙 你不需要 你和我之业 你不觉得这样 其实也有点没意思吗 我真的不认为我们的工作有趣到可以代替爱情 师傅 你也没谈恋爱啊 你就不能学点好的吗 这样老了以后会很孤独的 老了再说呗 我司机到了 我要去机场 你呢 去哪儿 我给你顺应道 不用了 我等我自己走 好 对了 闽航别墅那个项目 金言也投了标了 你小一代的对 我会提醒李昂 竞标方案里 考虑对手的一些特点 或许需要再做些微调 好的 你办事我放心 单我已经买了 慢慢吃啊 嗯 我现在要去尝试 许需要再次做些微调 这个就是 那些微调的 我已经想到 这个这样子 我现在就想到 这些微调的 我现在要去尝试 这是我 这个 我们要去尝试 我已经去尝试 你们要去尝试 我们要去尝试 我们要去尝试 这些微调的 我们要去尝试 нем试 时间这细碎如尘 渐渐落满那些过往的车辙 丑的 美的 好的 坏的 都被淹没 要想面对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人必须有梦想 有希望 有对未来的憧憬 如果没有这些 就不叫新的开始 而叫逃亡 我就是一个一直在逃亡的人 时常安慰自己 快好了 快好了 你怎么来了 美的让我来的 她给宝宝特意买了一些衣服 你坐这儿 她专门自己洗了一下 说是小孩子皮肤嫩容易过敏 点水 你看 好可爱呀 还有蓝色的 好看 蓝色的也好看 你替我谢谢奶奶啊 干吗客气什么呀 你预传期快到了 上下楼注意一点啊 嗯 向洪祖呢 去他妈弄了 看你家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我听她的意思呢 是现在家电生意不好做 她妈妈呢 想转行做商业地产了 哦 我今天下午有一个商务宴会 你来帮我看看 哎呦 我应该要穿什么 哎呦 还真是如灵大敌 我跟你说 我要见谢佳音了 今天是她叫的你啊 不是她叫的我 是她问了谢洪祖一嘴 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那谢洪祖的意思呢 觉得应该是可以见上一面了 毕竟从结婚到现在 我还没有正式见过婆婆呢 她希望能缓和一下 我跟她妈之间的关系 这哪里要回去吗 她怎么可能放过这种 能咽压我的机会啊 开玩笑 战袍穿起来 朱索索 你就是怀了六包胎 也不能给她咽压你的机会 那是必须的好不好 听说嘉宾名单上还有叶景颜 你陪我去趟美容院吧 我的大小姐还要上班呢 那你就放心 我孕妇一个人去啊 当谢洪祖来了 我就放你走 好吗 我还能说什么 好玩意 来来来 快点帮我挑点衣服 你不去上班要不要见 我在这里回个邮件 也不耽误了 等我谢洪祖来了 替我我就走 我结婚之后 就再也没见过叶景颜了 你的变化是比较大 我大着肚子 还要见到谢佳音 跟谢洪祖在一起 这要是碰到叶景颜 会不会很奇怪 我把你怀孕的事先告诉我小姨了 她一定会八卦给樊金刚 所以叶景颜应该也知道的 怎么办 你没打算以后再也不见她吧 也是 进来 叶总 我们差不多要走了 半斤刚呢 我已经通知她了 她时间赶得及吗 她还有一个多小时才能动身去会场 是 车瘾在楼下等好了 知道了 叶总 你好 我住所所 你好 我今天过来是把这些赃物 算是赃物吧 交给您的 但是在这件事情当中 我是无辜的 我也是受害者 我本来也可以不用交出来的 毕竟也是不少钱的 多少钱 八万 你把东西留下 我钱会给你转过去 账号呢你给樊金刚 对不起啊 我不太相信你们公司的人 前来您什么时候可以给我打钱 是 谢谢叶总 Robert 听说今天叶桀 我知道 来找一个什么 年轻漂亮的女主妮好像 是吗 老婆你别担心啊 今天我妈也知道你过来 还特意嘱咐我 让我开车慢点开 叫我注意安全 她这个人啊其实就是 导死嘴 兜死心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吗 所以她看你这大肚子 心一定就融化了 别担心啊 我不担心 妈 穿这么高的高跟鞋 你不累吗 孕妇是不能穿高跟鞋的 妈 是这样 妈 红组不让我穿的 是我自己非要穿 我想说今天这种场合 应该要穿得得体一点的 在这种场合 你应该叫我谢总 没事 我在车里给你拿瓶银鞋 等我 你快回来 听洪祖说 你的预产期快到了 是 谢总 月嫂和保姆 我已经替孩子找好了 今后 你就在家好好休息 别的 就不用你操心了 谢总 我觉得 我可以自己带孩子的 谢总的意思是 孩子我们可以来养 朱霞姐你呢 就好好恢复 自己照顾好你自己 谢谢你们的好意啊 但是我还是觉得 孩子是需要妈妈的陪伴的 我身体很好 我自己照顾孩子 没有问题的 再说现在都已经 什么年代了 也不是你们想怎么样 就能怎么样的呀 你怎么对谢总说话的 什么叫做我们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我们只是为了帮你看孩子 你不要把人都想得那么坏 赵玛林 你是闲得没事 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找不到男人了是吧 你非要赖在谢家 你等什么呢 你是欠了谢家的钱 等有一天我跟谢洪祖离婚了 你好做谢太太 以身抵债吗 还是有人付你钱 让你当块牛皮糖 定时定点出来恶心我的 朱小姐 说话请注意措辞 孕妇不能喝酒 对不起啊 谢子文官 对不起啊 谢子文官 有点不舒服 我出气一下 一个孕妇天天喝酒 身体能舒服吗 赵玛林 你给我记住了 你要是敢动我的孩子 我跟你没完 来 叶总 叶总 好的 你怎么出来了 易总 我打电话让我找你 我没喝 哥 我本来想喝来 这后来想着对孩子不好 我就忍住了 端跟赵马林吵架被他看到 这么长时间没见 这一见面就碰到 这么尴尬的事情 走吧 我送你回家 你陪我坐会儿 光着脚凉不凉啊 老叶说待会儿他过来看看你 你别让他来了 他来参加宴会 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别人谈的 干嘛呀 不管些人对你什么样 你都不是嫁给他 只要你跟向文组在一起 还好 不管些人对你什么样 挺好的吗 挺好的 真的 他人真的挺好的 他就是个小孩子嘛 当然我也没有多成熟 但是他更小孩子一点 总统你是不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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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不后悔 我朱索索怎么可能后悔啊 我不后悔爱过叶锦言 也不后悔嫁给谢红索 不后悔怀孕 也不后悔要生嫁这个孩子 刚刚我跟谢佳音吵架呢 是因为她说孩子生下来之后 交给她请来的阿姨带 我不要 好 我要自己带她 好 对吧 孩子当然得自己带了呀 我的孩子一定要过得 比我幸福才好 从她生下来开始 只有一个发誓要一辈子爱她 一辈子不会离开她 一辈子用生命 去保护她的妈妈呀 你可能不明白这种感受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人安全看的来源 那怎么办 不说了 爸 你就在外边挡着吧 好 我先回车里了 把门栽上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您好 谢谢啊 谢红组在到处找你 没事 我待会儿就回去了 待会儿啊 你上去找一下他们主办方 把他们要发的 今天的所有的照片 还有报道 给我们先审一下 好 然后再往外发 别进去啊 好 我没想到会遇到你的 我本来来之前都想好了 我说我绝对不要跟谢佳音顶撞 我跟自己说我都已经这么大了 是吧 现在马上就要当妈妈了 还是都要克制一点嘛 都要顾全大局一些 但我还是没忍住 正好都被你撞见了 没事 我来是为了提醒你 谢佳音 他们要做商业地产 可是没钱 所以他们向银行 包括个人 筹借了很多款项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如果他们以公司 找人借的钱和贷的款 如果碰到什么困难 顶多申请个公司破产 问题不大 可是要以个人名义贷款 那有法律连带责任 也就是说 谢佳音 谢洪祖 包括你 都要受牵连 他们现在做的生意 很危险吗 我觉得他们的商业情况 并不是很好 未雨绸缪吧 别担心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你找我 我帮你请郝律师 那谢洪祖呢 我们 先管好自己 我下午还有个困 那你去吧 来 行 我来接你 南方 谢您新助理啊 对 好漂亮 是 范金刚的外甥女儿 调到我身边 先过渡一下 也好名正言顺 调到别的部门 永远 永远拆不开 永远拆不开 默然的挥手 只剩微风 吹拂曾经的那片星空 就算我 离开了 心却依旧翻涌 默然的眺望 默然的眺望你在眼中 但愿你眼图都是晴空 而我还 聆听着 那久久未退的 感动 没多远 我们附近绕一下吧 顺便了解来的附近环境 好啊 莉莉安说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她要给戴希做新的演示图 要等我们吗 没关系 先让她演示吧 有什么问题 我们会再开会 你从这走 我们量亭碰吧 好 你好 这么巧 你也来看地 是啊 安 听说 这个亭子 是不给拆的 那边有个祭坛 距离以前 应该是祭祀祖先的地方 当地村民觉得 这个亭子对他们来 是我军营义 所以不给拆 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 你们也参与了投标 当然 这块地不便宜 如果亭子不给拆 那浪费就太大了 对我们来说有点尴尬 我也是为这个问题来的 就这亭子 造一个半地下的 小型图书馆 可以为这个古老的建筑 带来新的生命力 也不浪费开发商 造住房的地皮 应该算是两全其卖 这建议不错啊 你们只要说服开发商 别墅和图书馆配套使用 我会的 蒋南孙 这么巧 那祝你们成功 不过 我们也已经有了 我们的项目实施计划 融合新旧空间 这是我们的强项 但你们要花 比我们更多的钱 越大的项目 越不能只是看钱 越大的项目 越要精打细算 我看完了 先走了 你们慢慢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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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了吗 嗨 开发商的意象呢 是欧式别墅 但是这个中式的亭子 要是不拆的话 就显得有点太不仁不类了 要不然我们把它 隔到围墙外面去 这或许对我们来说 会是一个突破口啊 刚南孙给的建议 也许是可行的 现在这个案子 对他们公司来讲 也许没有太好的计划 来处置啊 他给的建议 他是唐和新团队的 他们也投了标 会不会是在给我们下套 不至于吧 不至于吧 你先上去吧 我还有事 你要去找蒋德森 自事 我在公司等你 嗯 嗯 我刚进公司 还不到一分钟 我刚在公地就有话想问你 但Selena在所以 你们已经 没有 完全没有 我就是问一下 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 是啊 三个月 四个月还是五个月 我们都太忙了 你忘了 那是因为 你把李洋挖走了 我没忘 我只是 你找我来 就是为了说这件事 我们一定要从半年前的事 继续说下去 有些事没过去 哥在那半年 五年 十年 还是没过去啊 不是什么事情 都可以用一加一等于二 来解决的 从我决定去杨科公司 我们就已经站在了对立面 那你刚刚 还是给了我建议 但我也会全力以赴地 把这个项目从你手中抢过来 我们各备其主 即使我知道 这是图书馆计划的第一次尝试 我知道这是我小姨 回国后的第一个大型项目 对于你们来说 自然必须要隔开门红 但是我依然会不择手段地 为公司拿下这个项目 因为我的老板 跟我的指示是 一个都不放过 你现在开心吗 我小姨 以前经常把一句话 挂在嘴边 人一定要自己争气 做出点成绩来 全世界都会和颜悦色 如果你真的开心 我也替你高兴 谢谢 我是开心的 我有什么理由不开心呢 如果再说自己不开心 那就有点矫情了 有男朋友啊 没有 工作太忙了 我觉得我可能 不能生人 做别人的女朋友 但我相信人的本质是不会变的 你那么善良 不会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生意场上唯利是图 不一定是坏事 你跟你小姨呢 她应该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我跟我小姨 也没有以前亲近了 你的同事在等你 我的老板在等我汇报 拜拜 我 我 你走慢点 我 我真的得去找搜索 你走那么快干吗 你不觉得 我们在一起的样子 才像一家人吗 什么一家人不一家人呢 我们一起做一家公司 那不是挺好的吗 为什么非要做一家人呢 一家公司就是一家人呀 不然就我跟你妈 我图什么呀 而且你妈今天说了 以后呢 只有我和你照顾她 只要我和你 太心虚了 你能照顾她 照顾我妈 我真的真心地感谢你 但是 只要能把咱们公司做成了 做什么我都愿意 但是这个时候 我真的不能离开朱索索 那你什么时候能离开她 上面人走都差不多了吧 还是没走呢 舅舅 那个谢宏祖和朱索索 他们是一段 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 不该问的别问 不该说的别说 在叶总旁边只做正事 不要关心事 怎么了 刚才看见什么了 我刚才在上面看见 西红组和那个赵马林 在她的通道里说话 我觉得有点 应该是有点暧昧 你别瞎说啊 你确定是他们俩吗 确定 做助理 寄人寄脸寄名字 别别进去 我先上车 先别瞎说这事啊 好 范秉秀 范秀 嗯 和地产公司的状况 有什么变化和情况 及时和我说一下 我知道 泽索 我把晓赫叫来了 我去找我妈的 让晓赫来陪陪你 如果你想出去的话 让她陪你去酒宫买东西吧 你跟你妈妈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你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相信我 我走了 索索 你也知道 老谢是很关心你的 他怕他一回来 又找不见你人 电话也不接 他又该急死了 谢谢你啊 小黄 跟我客气什么 怎么着 今天是 不是 在家休息 我 我们哭哭哭哭 你送我去男孙那儿吧 然后你就回去 我就在他那儿待着 我哪儿也不去 妈 没事吧 妈 没事吧 我过来啊 就是 就是想说 我就是想说索索她怀孕了 你 你们今天就这样做 我觉得真的想不分 你说我们结婚之后 这是索索第一次见你 你也不同意见她 今天她来也是苦足勇气 一番好意啊 那想跟您好好聊一聊 明科照盘一上来 就说要把她的孩子拿走 说完了吗 这是朱索索的孩子 您说了 您是当妈的 给你看一样东西 这是我和赵玛林 在印尼新开发的地产项目 这个项目马上就要启动了 这个项目由你跟赵玛林来合作 明天你俩非印尼 朱索怀孕了 我去不了 你必须得去 妈 我去不了 你必须去 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 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 你知道我们家欠银行多少钱吗 我们家需要赵家的帮助 赵玛林是我们的救命盗子 我知道你爱的是朱索索 我知道你爱的是朱索索 你也会爱你们今后的孩子 可是现在这个状况 已经失控了 不是你想要干什么就能够干什么 如果你执意要跟朱索索在一起 就是逼着我去死 你想要看着你妈去死吗 要是赵家帮助我们渡过这个难关 我们以后可以给朱索索一大笔钱 也可以把你的孩子接回来 给他最好的生活 就像你给我最好的生活一样 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学校 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朋友 甚至最好的被婚妻 你是嫌你的生活过得太好了 妈 我是嫌你不了解我 你从没了解过我 哪怕你每天冲出两分钟的视线 都跟我说两句话 你都能比现在了解我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你不知道 你只知道 你只知道 想让我成为谢家英迪亚 可那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想要跟朱索索一起 跟我和他的孩子一起 平平淡淡地生活 渐渐淡淡地过日子 小组 我想问你的是 你了解什么是生活吗 如果我们家什么都没了 你觉得 朱索索会跟你在一起吗 他想要的是那种平平淡淡地生活吗 莲子银耳 安胎的 莲子银耳 安胎的 奶奶 都快足月了 早就安好了 早就安好了 就等生下来就好了 就等生下来就好了 你转一转 让我看看 转 背对着我 看什么呀 奶奶 看看是儿子还是女儿啊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吗 应该是个儿子 从后面看不到肚子的 我觉得是女儿 你婆婆 肯定希望是个儿子 奶奶 嗯 是我生 又不是她生 南孙 你来 我有话跟你说 你穿高换鞋 你慢一点 你怎么慢一点 你怎么呢 你怎么了 你 你别哭啊 你别吓我 你别吓我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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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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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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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别吓我 你别吓我 有我再 有我再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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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哭了 你别哭了 有什么事你告诉我啊 南孙 我今天晚上住你这儿 好啊 咱跟线公主说一声 不说了吧 说了他晚上就更不回去了 怎么了 我最近老是做噩梦 吓得我一身冷汗 我就抱着肚子 安慰我自己 不怕不怕啊 现在你在世为人 什么都不用怕的 我也总是这么安慰自己 事情坏到不能更坏的时候 就会好长长 嗯 不哭了啊 别老想想了啊 嗯